赤壁之战一战打出了随后的三分天下 此战过后天下格局骤然俱变 曹操被迫顶止南针 终其一生也未完成席卷八荒一统天下的终极目标 反观刘备 在沃龙的指引下正式踏上复兴汉式的艰辛之路 而虎聚江东的孙权也将一步一步 把父兄留下的基业推向顶峰 至此 乱世之中的无数银豪 有资格逐鹿中人的只剩三人 曹操在北方依旧指手这天 而蜀汉向西南 东吴向东南开始疯狂奸并和扣张 以求在接下来的对抗中立于不败之地 整个汉末迎来三足鼎立的全新阶段 随这场决定历史走向 让天下三分的赤壁大战到底是如何开打的 到底是如何以少胜多的 三方势力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想要将这一切的一切都搞明白 还需要我们从关渡之战刚刚打完说起 看看曹操接下来是如何战务不是横扫北方的 看看刘备接下来是如何召唤卧龙平地起飞的 看看孙权接下来是如何年少有位掌控江东的 看看这三位主角是如何不可避免的挥拳出击 将天下打成三分的 关渡之战 曹操大胜元烧 然而北方的格局只能说从元强操弱变成无开 人家元烧的底子太厚 重整齐骨就能和你曹操继续开打 曹操当然也明白 所以想趁元烧还没恢复 转头先去攻打荆州 但寻一发话了 打什么荆州 咱还是得怼着元烧打 必须趁他兵要他命 你要让他缓过这口劲而后果不堪设想 有道理 但关渡这一战曹操自己也垮了 只能休养生息来年再战 双方都在重整齐骨 都在养精蓄锐 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下一场大决战 做着万全的准备 但是没有人会想到胜利的天平突然倒向了曹操这边 元烧死了 更要命的是元烧的儿子们还搞起了内斗 老大元烹和老三元烧为首的两个派系 为了夺权疯狂内好 根本不顾南边盯着他们的那头门户 随时会吃掉他们的大老虎 而且不光不顾 还想把大老虎带回家 被元烧击败的元烹便请求曹操支援 曹操表示 大侄子你放心 你弟弟这个兔崽子我帮你收拾 立马调兵遣将准备攻打叶城 而元烧这傻小子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将迎来灭顶之灾 还在一门心思逮着他搁奏 曹操率军抵达叶城 挖沟灌水绕成一周 彻底将叶城与世恶绝 城中良静 超过一半的百姓活活饿死 元烧赶紧率军来救 但根本打不过 只能逃跑 叶城守军放弃抵抗 记住拿下 曹操紧接着和元坛说 大侄子 你弟弟我帮你收拾了 但你小子不老实 侵占了我这么多地盘 你想干嘛 叔叔要打死你 立马率军攻打 从平原打到南平 一路把元坛追死 轻周拿下 而拒守幽州的元烧都不用打 不将叛变一起投的曹操 幽州拿下 元烧和元烧逃到辽西投奔的乌环 宾州没多久也被曹操攻破 至此 之前元烧的所有地盘 全被曹操收入囊中 而且黑山贼张燕也投了曹操 整个北方只剩辽西的乌环 和辽东的公孙康 所以接下来曹操的抉择 是要不要打乌环 几乎所有人一致反对 辽西又远又偏 大军跑一趟成本太大 而且万一刘表达许多你咋办 回都回不来 但郭家说话了 首先乌环在北边偏远之地 肯定没有戒备 发动突袭绝对秒杀 而且元烧在河北深得铭心 他儿子元烧原上不出 始终会是祸环 而刘表那边不用担心 他只会坐那高谈阔了 所以打乌环 曹操同意 但很不巧你没法打 你赶上了夏末多雨的季节 去辽西唯一的傍海道 泥泞不堪 大军根本就过不去 所以你只能等 你在这边干等 人家乌环已经得到消息 在那边不放了 还谈什么突袭 可曹操不想半途二费 办法总比困难多 于是让当地人田仇给出个主意 田仇说 倒是有一条牢路 走炉龙塞 过平岗 可到六成 但这条路死难走 慌了两百多年 曹操立马表示 兄弟 前面带路 曹操率军翻山越岭 一路向北 玉山开路与水大桥 狂奔五百多里 直扑乌环老朝六成 不过离柳城还剩两百里的时候 被发现了 乌环首领帕顿得到消息 立马集结兵马前去迎战 两军在白狼山相遇 曹操这边是懵的 因为没有做好准备 自重还在后面 很多将士们连盔甲都没穿 怎么和人家打 可定睛一看 这乌环大军行动散漫 战斗力估计也挺扯淡 应该可以打 除了曹操 张辽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和曹操说 能打 兄弟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指挥权给你 给我往死里打 张辽二话不说 拉着人马直接开冲 乌环大军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冲垮 疯狂窥掏 张辽章和率军边追边砍 乌环首领踏盾 和他的几名将领 全被捅死 二十多万步众 纷纷投降 但袁熙袁上跑了 投奔了公孙康 曹操将乌环骑兵枕边 百姓迁走之后 下令扯军 公孙康 我不打你 但你得表态了 没多久 袁熙袁上的人头 被送了过来 乌环平定 袁家静灭 公孙康嗜好 北方已无威胁 大军班师回朝 路过杰石山 曹操失信大法 登山观海 提笔书写千古名 是观仓海 时光如梭 光阴四见 此时的曹操已经53岁 他不知道自己 还剩多少时间 尤其前几天 自己心爱的谋士 郭家确实 更是让他无限惆怅 自己在有生之年 能够一同天下吗 不知道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停 神龟虽瘦 犹有尽尸 腾舌尘物 终为脱会 老纪福利 志在千里 烈尸慕年 壮行归影 他曹操要接着战斗 直到生命的尽头 下一站 惊咒 惆怅的 不光曹操一人 刘备更愁 一身除了颠沛流离 就是颠沛流离 换过的老板 比吕布还多 混到如今 竟然给人看起了门 看就看吧 刘表之后 还老盯着你 生怕你对他有想法 跟着他六七年了 完全看不到一点前途 所以志向远大的刘备 他很愁 不甘 看着闷闷不乐的刘备 之前在新野 投奔他的徐叔说话了 诸葛孔明 号称卧龙 将军你要不要见一下 刘备说 你喊他来吧 徐叔道 您还是自个儿去吧 人家是卧龙 我可没有召唤神龙的本事 刘备心动了 因为不光徐叔 司马辉也向他提过卧龙 不能让他窝了 得让他带过费 于是立马动身 前去拜见这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结果跑了三趟 才见到这位身高八尺 容貌不凡的帅小伙 俩人开始会谈 刘备说 这么多年 我东奔西跑南征北战 结果混到现在 连块自己的地儿都没有 你说该咋办 诸葛亮说 当今天下 曹操有百万之众 邪天自己领住后 你根本打不动 江东孙权实力也不弱 可以和他结盟 共同对抗曹操 而荆州四通八达 是天下必争之敌 恰好他刘夹守不了 这是上天给将军你的恩赐 还有西边的一周 卧野千里一守难攻 而恰好刘处也守不了 如果拿下荆益二周 向西南开拓 猥琐发育 等时机一到 荆州出晚落 一周出秦川 霸业可陈 汉事可行 刘备豁然开朗 雄心壮志被再次点燃 早就不想开门了 我要一同天下 农中队确实堪称完美 但有个问题 荆州你咋得 曹操孙权比你惦记得还要早 凭什么你刘备能得到 而且刘表不是掏钱 人家处处防着你盯着你 你还真没法下手 但诸葛亮有办法 他在荆州的人脉 是相当之广 庞德公司马会 崔周平 石广元等等等等 多数人 先让刘备得到世人的支持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从继承人方面着手 刘表的长子刘奇和诸葛亮 是表兄弟 关系很好 而刘奇目前正面临一个问题 随时会死 因为刘表要费长利用 而且拥护刘从的菜式 想干掉他 刘奇慌得很 于是求诸葛亮帮忙 诸葛亮给出的办法是离开襄阳 没多久 下口被孙权攻破 皇祖被杀 刘奇立马请求前往江夏 成功逃离襄阳 和刘备有关系吗 有 刘表已死 刘奇完全能以长子的名义前去夺权 刘备可以做内衣 拿下荆州 并非不可能 但问题是你压根没这个机会 因为曹操要来了 得知刘表病重 又得知孙权干掉皇祖 打开了荆州的东大门 直接坐不住了 万一孙权节祖先登呢 万一刘备又和当年徐州那样得到荆州呢 越想越害怕 赶紧走 于是青帅大军浩浩荡荡开放荆州 刘表一听曹操打来了 连兵带下直接没扛住 升天了 接班的是刘从 还没咋底下人就表示 曹操大军压境咱投了吧 刘从表示 要不咱守一下 可以拉上刘备 底下人说 拉上刘备也顶不住啊 就算顶住了 你觉得刘备愿意伺候你吗 有道理 刘从被迫投降 你投就投吧 你还没告诉人刘备 人家还在凡城给你看大门呢 曹操已经进了晚城 刘从才派人告诉刘备 大哥我先投了 你随意 刘备差点头血 但你没辙 接下来该咋办 曹操马上就杀来了 此时纠结的不光是刘备 东边的孙权也得到曹操南下的消息 也在发愁该咋办 我们的第三位主角孙权 该登场了 江东的地盘是孙权的哥哥孙策打下来的 虽然他的父亲孙坚勇猛无敌 当年荆州玉州洛阳各种坎 但到头来啥也没留下 被皇祖射死后 人马也归了袁术 而17岁的孙策得知父亲被杀后 决定继承父亲的意志 闯出一片天地 然后为父报仇 但我怎么做呢 第一步 投奔袁术 想办法把父亲的人马要回来 最终得偿所愿 袁术把之前跟着孙坚的一千多人还给孙策 让他效忠自己 这群人中便有 陈朴 黄盖 韩当等著名大将 在授权时又结交了蒋青周泰等人 后来孙策对袁术大事所望 于是打算去江东自己发展 在好友周瑜的测印下 成功渡过长江 一路摧枯拉朽 破流油及许贡 拜王老 拿下江东半壁江山 在关渡开打之前 孙策又把江东其余三军拿下 彻底成为江东主宰 半路上还得到了漂亮姑娘 姐姐留给自己 妹妹送给周瑜 横扫江东之后 兵分直指荆州 砍掉皇祖为父报仇 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突然得到消息 有人预谋叛乱 幕后主使人是曹操手下的陈登 孙策拉着兵马立马前去攻打 也就是这个节点 之前被孙策杀掉的吴郡太守徐贡 人家的门客盯上了他 趁孙策孤身之际将他刺赏 没多久孙策因伤口崩裂而亡 年仅二十六 临终前将权力交给二弟孙权说道 何天下真雄南征北战你不如我 但举贤任能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哥的基业就交给你了 说的有点道理 但你孙策这江东是砍下来的 大家伙都怕你委屈求全 你死指令扎果 孙权他一个十九岁的少年 真的住吗 难 但有人帮他 张昭和周瑜 张昭和孙策的关系一时已有 周瑜更不用说 兄弟家连进 俩儿指定站孙家这边 有他俩的辅佐 这烂摊子就好收拾多了 所以孙权掌管江东这几年 基本就是平定叛乱 稳定内部 还有打黄祖 为啥要打黄祖呢 因为这是孙权战略规划的第一步 规划是鲁苏和他提的 先除黄祖 再灭刘表 接着横扫长江流域 和曹操行程南北对抗之士 一决刺凶 黄祖把这荆州的东大门下口 只有敲开这扇门 才能惊吞荆州 孙权整整打了三次 终于在2008年攻破下口 斩杀黄祖 接下来就该进行第二步了 拿荆州 但曹操来了 你来不及了 得知刘表去世后 鲁苏立马和孙权说 咱得调整一下策略了 我去荆州劝说 刘备和刘表的儿子们 共同聚操 千万不能让曹操把荆州站了 孙权立马表示 你跑快点 鲁苏二话不说 对着襄阳狂奔而去 但还是没赶上 人家想吵了 卢素决定去找刘备 此时的刘备 正在朝着江陵缓慢行走 随行的还有襄阳无数百姓 你刘备仁义 曹操残忍 我们要和你一起走 刘备同意了 带着老百姓一路向南 沿途不断有人加入 走到当阳市 已经多达十几万人 可带着百姓 你必然会走得很慢 被曹操追上是铁定的事 部下纷纷来劝 但刘备根本不停 我刘备以认为本 绝不抛弃百姓 百姓确实很感动 但你的代价确实也很大 曹操轻率5000虎抱起追来了 在当阳长板两军降与 双方直接开战 刘备大军直接被冲垮 士兵百姓纷纷溃散 刘备扔下孩子老婆 带着诸葛亮张飞赵云等 数十人仓皇难逃 半路上赵云也不见了 有人和刘备说 看到赵云向北而去 应该是去香草了 刘备抄起手机直接甩了过去怒吼道 不可能 果然 没多久赵云回来了 带着刘备的老婆孩子一起回来了 但这么跑下去还是会被追上 虎抱起的速度太快 所以刘备让张飞回去断后 张飞策马回反 摔二十多机来到大阳桥 拒水断桥 手握长矛 怒目大吼 与我张飞决一死亡 曹操醉军域的虎抱起吓坏了 没人敢上前 张飞成功断后 刘备同关与会合 前往下口投奔刘夕 随行的还有东吴的鲁素 鲁素是在长版遇到刘备的 见到刘备和问道 兄弟接下来你要去哪 刘备说打算投奔仓舞太守无拒 鲁素表示干嘛跑那么偏 你可以考虑和我们江东合作呀 刘备同意 但鲁素并不能完全代表孙权代表江东 万一曹操打来孙权没反应咋办 刘备很发愁 诸葛亮当然明白刘备所想 立马请求前往江东 说服孙权 于是和鲁素来到拆桑 见到孙权后 诸葛亮说 如今天下大乱 将军和我主刘备同曹操共争天下 现在曹操席卷北方 又拿下警州 威震四海 您要是认为自己可以对抗曹操 就和他绝交 要是觉得打不过 就赶紧投 扭扭捏捏迟早大祸领头 孙权反问 刘备咋不同 开什么玩笑 我家刘夷周乃盖世英雄 字典里就没有投降俩字 孙权直接被气怒 感情我孙权成狗熊了 曹贼欺人太甚 我要干死他 不过你家刘备刚刚被揍 能指望吗 不会让我单干吧 当然不会 我们虽然刚败 但如今归赢的战士 加上关羽的水军 共有上万精兵 而留起手中的江夏兵 也不下一万 曹军远道而来 还追了我们一路 早已疲惫不堪 而且他们是北方的 打水战肯定不行 你现在派猛将率兵数万 和我军携手 绝对可以干犯曹操 有道理 孙权立马召集文武进行商议 恰巧此时 孙权收到一份信 曹操送来的 信中表示 我曹操奋天子这名男政 刘从已经投了 现在打算带着我的八十万水军 和孙将军你在江东打个恋 这是一份恐吓心 你怂了 那猎物就是刘备 你要不识好歹 那猎物就是你孙权 所以孙权把这封信 让底下人挨个观看 一个个都下怀了 本来就主张投降的人 更是坚定卑异了 所以孙权和刘从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集体劝他投降 包括带头大哥张昭 看着底下这群人 孙权气不打一出来 借口上厕所 此时一人立马追了出来 一看是自己的心腹鲁素 孙权立马拉住他的手说 你想说啥 鲁素说 这群王八蛋想害死你啊 他们包括我鲁素都可以想 无非就是换了个老板 而你投降呢 曹操让你扫厕所 你敢拒绝吗 孙权立马表示 这群人让我失望得很 还是你爱我 鲁素说 现在这情况 还是赶紧把周瑜喊回来吧 周瑜回来后直接表示 曹操前来送死干嘛投降 将军你给我几万人马 我去干死他 孙权立马附和 曹贼想非函自利 我和老贼势不量力 谁再敢说想曹 犹如此桌 对着桌子就一道 当天夜里 周瑜找到孙权表示 曹操八十万大军的是吓唬人 他带来的人马 估计也就十五六万 加上荆州降兵七八万 也就二十来万 人数虽多 但疲惫不堪 你给我五万金兵 我保准拿下曹操 孙权表示 恭敬啊 张昭那帮子人各怀私心 就你和鲁素是真的为我着想 你俩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啊 五万我一下凑个七 我先给你三万 你和鲁素成谱先上 我继续凑人给你斗底 你别有压力 如果能办了曹操那最好 如果打不过也没关系 你退回来 我亲自和那老贼决一次战 孙权真的凑不出五万人吗 当然的 但江东内部需要人马来稳固 还有如果周瑜打不过 自己依旧有一战之力 目前的安排就是最佳 周瑜率兵三万向其出发 在反口约见刘备 刘备判星星 判月亮 终于是把援军给判来了 见到周瑜后急忙问道 将军你带了多少兵啊 周瑜说三万 兄弟你这太少 周瑜回答足够 你就站旁边看我如何破槽即可 没多久 曹操轻率大军 水陆并进直盾江东 得到消息的孙刘联军 在周瑜的率领下南下营地 两军在赤壁相遇 决定历史走向的赤壁之战 正式开打 赤壁之战 曹操水陆两军共二十余万 孙刘联军共五万 看似悬殊 可要说打水战 周瑜率领的江东水军 是一点都不虚拟 曹操的水军主力是前不久投降的 荆州水军 所以首战相遇 曹操战败属于正常现象 但仅仅是小半 并并想战军 曹操命全军撤到长江北安 而周瑜率军来到南 和曹操隔江对峙 首战的实力让曹操意识到 对方的水军确实猛 想在水上干掉对方 难 但接下来该怎么办 曹操头痛欲裂 因为他面临的最大问题 并不是敌军有多强大 而是自己的军队垮了 大规模的传染兵在军中肆虐 北方过来的士兵们 根本没法战斗 所以曹操只能防守 但是守得住吗 可以 人数优势摆在这儿 虽然我打不死你 但你也动不了我 等我缓过这口气 绝对弄死你 可这是南方 还是水战 你曹操的防守 真的就完美无缺 孤若金汤吗 不一定 黄盖就看到了破绽 于是和周瑜说道 如今敌众我管 才很难持久 得主动出击 而且我发现个问题 曹操的站转 一个爱一个都堆一块了 咱要是能放一把火 想想都刺激 周一廷好主意啊 你去办吧 于是黄盖写了分头详信 派人送给曹操 曹操同意了 毕竟江东文武 都愿归降的消息 他早就听说了 而且从使者身上 并没发现一场 头吧 我给你黄盖加官进决 我让江东的其他人都选你 而另一边的黄盖 早已万事俱别 十艘战舰 装满卢操等一染物 冠上油纸 船尾系好小船 方便逃跑 然后直奔早饮而去 此时的江面刮的是 东南大风 走到江心市 黄盖密士兵高喊投降 曹军听到动静 风风出迎官网 在仅剩两里时 黄盖下令 电火 十艘战舰 瞬间火光重电 在东南大风的呼呼作响下 犹如十条腾肥的火龙 呼啸着飞向草草间决 极其毅然的船间遇到大火 仿佛是一点就燃的巨型火把 顷刻间剧烈人烧 无数巨型火把 瞬间连成一片形成火海 火海在东南大风的车洞下 急速蔓延 岸边的炉 岸上的营寨全部被点燃 此刻的草影成了修罗场 无数士兵马匹或被烧死 或跳入长江淹死 而在火海之外 突然间战鼓雷凝 寒申正天动地 周瑜率领的松柳联军杀来了 曹操二十元大军彻底崩溃 四散奔逃 眼看大事已去 曹操只能撤退 但船不能逆给对方 于是让人将没有燃烧的舰船全部点燃 然后带着残余兵马 沿华荣逃亡江陵 可此华荣要穿过 泥泥不堪的云梦泽 你还没法绕路 因为刘碑就在你身后 来不及了 你只能让人背着野草铺路前行 而陷入泥江之中 被踩塌而死的人 又是不及其数 曹操逃回江陵后 命曹人徐皇守江陵 越境守襄阳 满宠守当阳 文聘守安禄 自己匆忙返回许多 因为赤壁大败会在朝中引起巨大动荡 你曹操得赶紧回去 赤壁之战 曹操惨败 21万大军与命者超过一半 这场大火烧掉了他的统一梦 战无不慎的曹操仿佛经历了一场恐怖的恶梦 然而恶梦远远远没有结束 赤壁战败产生的蝴蝶效应才刚刚开始 你不光要把吹掉的地盘吐出来 自己的地盘都岌岌可危 孙权清帅大军为公合肥 命张昭攻打当途 而周瑜早已在江陵和曹仁隔江对峙 刘备率被南下开始席卷今晚 此时曹操面临着非常可怕的危机 如果合肥被拿下 孙权可以直接把防线拉到淮河 江东的水军可以从长江走入去水 过潮湖 经湿水肥水直入淮河 你曹操今后要怎么防 而如果江陵被拿下 无论长江上游的翼州 还是下游的江东 你都将失去进攻的主动权 襄阳以南 你曹操将无险可守 一周经周只能成为你心中永远的统 不过还好 孙权和合肥注定又不接支援 他打不下来 第一次合肥之战 围成一百多天 孙权撤退 而张昭的军事 那里呢必然是无功而返 但攻打江陵的是周瑜 即便是曹操人也很难抵挡 但毕竟是攻城 周瑜短时间还真没辙 刘备心里可是清楚得很 于是和周瑜说 你前面打他 我让张飞带一千人给你打付诸 你给我两千人 我却绕到江陵后面捅他 曹操人指定话 周瑜同意 可刘备的真实想法 并非是和你共同拿下江陵 而是让你在这慢慢耗 人家要去扫荡荆州其他地方去了 打向阳觉得没戏 于是留下关于决别道 自己一路向南收地儿去了 没有一点阻碍 京南四郡纷纷投降 不光如此 之前元术的部将雷旭 连带家属共五万多人前来投本 紧接着刘夕病史 刘备又被推举为荆州目 大量荆州豪强和士族纷纷领向刘备 刘备一跃成为坐拥京南四郡 手下数万人的荆州目 而另一边的周瑜和曹仁 俩人各展神通 打着惊天动地 足足打了一年多 曹仁将城中物资全部打完后 主动撤离 你没法不撤 你的物资根本就过不来 关于游击队 专业挡到三十年 史称绝被盗 所以拿下江陵 人家刘备是有大功的 于是又分到了长江以南的南军土地 荆州争夺战落下帷幕 至此荆州三分 南阳军南军北部江夏北部归曹操 南军中部江夏南部归孙权 南军南部京南四郡归刘备 无论从哪方面看 刘备都是最大受益人 但刘备并不知足 他想要降临 但你不可能啥都战 赤壁之战 人家周瑜才是最大功诚 你偷摸着赤道京南四郡 人家已经看你很不爽了 但毕竟是盟友面子上得过得去 刘备这个左将军兼金周末 是孙权点了头的 而孙权的车记将军兼徐周末 是刘备表的 离上往来 紧接着孙权又表示 我有个妹妹温柔贤惠 玄德兄你可不能拒绝 当然不会 我就喜欢温柔贤惠的 可刘备万万没想到 孙权这妹妹简直吓死个人 完全就是女版的孙杰孙策 高门无比 一巴掌能扣死刘备的那种 底下百名侍女各个手握钢刀 刘备每次回家都被盯得 天天叫都不敢睡 自己身边被安插了个刀 刘备当然知道 但现在不能撕破脸 因为你要找人家孙权借南军 不然接下来你只能够在长江以南 夺取一周的规划根本没法进行 但问题是不光你刘备想拿一周 人家孙权也想拿 而周瑜更是已经决定 要进军属地攻打一周了 怎么可能借给你 此时的周瑜已被任命名男军抬首 得知刘备找孙权借地后 立马上述孙权 赶紧把那户扣下来软禁 你要放他回去之后肯定是大麻烦 但鲁肃却又不同意见 曹操虽败 但实力依然强大 其实可以把南军借给他 用来牵制曹操 当然周瑜绝对是不会同意的 所以孙权也就把刘备打发走了 然而刘备却得到了命运的垂青 雄子音发与善观金 谭孝间强鲁灰飞烟灭 赤壁之战大破曹操的核心人物周瑜 一年造势 周瑜的死让天下三分的历史走向彻底明朗 因为周瑜压根就没打算和你刘备玩三足鼎力 人家已经确定要拿一周攻向阳 接着和曹操一决胜负了 但随着周瑜的去世 他的规划也只能不了了之 而刘备的南军又着落了 接替周瑜的是主张把南军借给刘备的鲁肃 鲁肃的踏上侧从这一刻开始只能戛然而止 而诸葛亮的龙中队可以开始下一股了 一周卧野千里一手难攻 我刘备要来了 鲁肃把南军借给刘备的决策其实并没错 如今天下人曹操依然是想打谁打谁 你孙权要是拿一周 必然会把刘备包的饺子 刘备绝对会打你 你俩如果干起来 曹操统一天下的门就又有可能失先了 所以还不如把南军让给刘备 孙刘两家共同抵挡来自北方曹操的压力 得到消息的曹操只能被迫打消南军的念头 将目光望向西方 关渡之战 曹操以若胜强干翻袁绍 然后马不停停横扫北方战无神 在绝佳的时间点挥师难下 不非一兵一组收获尽周 一周刘长也百般示好就差投降 长板将刘被追得丢盔弃将 天下一统就在眼前 他曹操就要做到了 嬴政刘邦刘秀 也许下一个定顶天下之人 就是他曹操 他真的等不及了 所以南下之前他废掉三宫 重启成相制度 让自己彻底大权度揽 贾许和他说在南下荆州里慢慢小滑 没必要赶着和江东决战 他根本听不进去 一周刘长派张松来示好 曹操压根都懒得大力 爱兜兜不都管 他曹操自认为大事已定 我八十万水军顺江而下 孙权小儿你慌还是不慌 然而他没料到孙权并非流从 江东并非荆州 也没料到军中突发疫情 西风突然转动 他更没料到自己会极其惨痛地 倒在赤壁天下突然散分